县意员魏嘉贤咨询时指出 花莲在环境永续发展上 与烟辽域港的何去何从 如何防范杀石的侵蚀鱼港环境 海岸线被掏空等等议题 与县府相关单位进行咨询 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有因应的对策 县意员魏嘉贤在咨询时指出 在环境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 花莲在环境永续与发展上 是否已经有相对的因应策略 而延辽域港何去何从 如何防范杀石侵蚀延辽域港的环境 与海岸线被掏空等议题 在定期会上与相关单位进行咨询 可是这座城市 我们要永续经营下去 当自然资源枯竭之后 我们还剩什么 所以现在课题 我也非常谢谢花莲县政府 有这样远见 在2030年永续发展的目标里面 来推动相关的永续政策 针对花莲几个溢崩塌的一个区域的部分 那也跟花莲县政府来做相关的因应 有关于公共机关 还有一些学校 还有一些部落的部分 也都在这部分 那未来要怎么样来做相关的因应 那再来就是我们岩辽渔港 何去何从 那应该要怎么样防范 SARS的一个被侵蚀的一个状况 海岸线被掏空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就是城市的永续 那还有我们液淹水地区 怎么样来做相关的因应 提早的预警系统 还有预报系统 可以防范灾难的发生 那也建议花莲县政府 能够结合科技 来做相关的套碟的部分 未来可以用AI算出最安全的路径 让救灾救难人员 还有预警系统 来做相关的一个发送 那最后 针对碳的一个部分 那在花莲县有非常多碳的一个 非常有利的一个地方 那未来希望说 花莲县各个机关 甚至企业也能够做好 相关的内部碳盘查 那未来花莲绝对是 碳的一个大交易的市场 我们也希望花莲永续经营 能够让花莲更好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